大家好,居然说继续屠风的前面 习包子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基本上我们观察中国的问题 你凡是发现中共这个流氓组织 习包子这个250他如果折腾的话 他如果搞事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他的压力特别大 他没别的办法,他必须搞事 你越闹腾的凶的时候 说明吐风中国,习包子 完了以后中南海下水道 所以他要把这种压力释放出来 通过别的途径 叫做微微究召 或者叫做民修之道 你去搞这些事情 所以你判断中国的问题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你千万不要听新闻联播的 你看新闻联播永远是安安盈盈的 但是你看中国社会 他隔一段时间又搞点事 隔一段时间又把你老百姓只能乌样乌样的 让你老百姓没日子过 为什么呀?因为他自己的压力太大 如果是没有压力的话 细胞的这会儿应该是喝着小酒 睡着姑娘 完了以后一个一个的 有的时候游上玩水也有可能的 总归他就没事干 他们说以前的皇上 日子好的时候 他都有时候一年他不上朝 他都不见大臣 搞到最后一年以后 都自己不认识自己的各楼人马 都自己提拔上来 那些臣的都不认识的 你怎么老了?我怎么不认识你了? 本来是一帮老丁帮 又戴着奇奇怪的帽子 然后留着胡子都不认识了 他不理朝政 唐玄宗 到了中午还在趴在杨贵芬的 失业线里面 在那摸摸摸接近 又用这个老脸充满了皱纹的脸 在摸着人家杨贵芬的年轻的失业线 那叫一舒服 我也想啊 但是这取决于一个前提 就是你 你日子好过 温柔香什么叫温柔香 你一定要记住 温柔香就是女人的失业线 杨贵芬的失业线 就说明一个问题是国家太平 国泰民安 国泰民安是什么 国泰 然后下面是民安 你现在是民安吗 是不是 你反过来看 如果老百姓没有安静日子过 那说明国家不太平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你 他就这么一东西 以前有一个皇上是不是 也是 哎呦他写诗 是吧 喜欢姑娘写诗 叫你什么李玉吧 是吧 春花秋月和思思聊 往思思多少 哎呦李玉的诗 写的就那叫一个好啊 真的好 我觉得 好在好在什么呢 他就是 他有那种沧桑感 有时间的跨度 好诗歌就是让你想的很多很软 你知道吗 他有时间跨度 那我扯点前面就是 好艺术 你一定要容纳足够的时间 所以对时间的理解 对时间的呈现 是一个任何一个作品 不管你是一个雕塑 不管你是油画 还不管你是一首诗歌 还是音乐 他都有一种时间的张力 这个东西是很难很难把握的 你只有到了一定的大师傅级别 你才能意识到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哎你就像这个中国有首诗 叫做春 就是什么 也我想不起来了 就是那个春江花月夜 因为我张若旭的写的好啊 为什么啊 因为他有一种宇宙的时间感 我认为是最好的诗歌 中国的中国人写的诗歌里面 真的 这个李玉的诗歌也是这样子的啊 也有时间感的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之多少 哎呦 然后进入各个异想好得很 但李玉不是个好皇帝 为什么呀 因为其实李玉一开始当皇帝那几年 那日子挺好过的 真的 所以他就是 就是乐不思蜀呗 每天就干2件事 第一就是在女人的失业线里面 就很茉意 温柔香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在女人的失业线里面 就不断的写诗 又不断的写诗 诗写得好 所以你想想包子天 他其实是现在是不太平 国太民安 没有的事 因为民不安 所以国就不太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 你一看就知道嘛 经济不好 是不是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没得 没得活干了 是不是 你这个时候还不如医疗签 你要把老百姓封起来 是吧 所以昨天有个任务 哎呀 周老师给我们讲讲什么 这个核酸经济啊 疫苗经济对中国到底多大一个GDP的贡献吗 我告诉你 站在百分之九十几 真的是 你就看共产党的数据 然后给他减半 然后给他百分之九十一算 你就出来了 大概其实就是中国离开核酸不能活 中国离开了这个什么不能活 因为他有些人不了解 不了解 哎呀 老百姓因为出钱都是免费的 你错了 羊毛戳在羊身上 你一定要有个基本的尝试 政府他那样不赚一分钱 政府不赚一分钱 但是他可以发钞票 他把钞票发下去 你这个核酸经济 你这个疫苗经济 你背后都有公司 是不是 他形成了一个什么 形成了一个供应链 或者形成了一个物流 或者形成了一个经济的一个活动的这么一个氛围 你稍微学点经济学 你就知道 政府经常干什么事情呢 就是凯恩斯的经济学嘛 在左边挖一个大坑 我组织10万人挖一个大坑 是吧 然后右边呢 又还有10万人 又过来把这个坑又埋掉 在这 你就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活动 是不是 没有专一分钱 没有任何的绩效 是不是 但是 你挖一个坑 你挖一个坑有那么多人就业 是不是 你再搞10万人又过来把这个坑填掉 又有10万人就业 是不是 这不经济不就平衡了吗 至于他有没有收益 至于他有没有经济增长 不重要 关键是GDP的数据 知道吧 所以你今天就是 你看上去疫苗核酸 好像不赚钱嘛 赚的不多嘛 这不是折腾吗 那有什么关系呢 政府他可以往里面不断地塞钱呢 所以凯恩斯的经济学 就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嘛 他就你政府必须在特殊的时候 要什么 要不断地提供这个货币嘛 就超发货币MR嘛 要往里面放嘛 放水嘛 所以就这么一个东西 政府做事情 他是绝对不考虑你老百姓是不是有饭吃 你的老百姓的银行力是不是有存款 关他个毛事 是不是 你有存款 他反而不高兴 他希望你把存款拿出来 是吧 你有饭吃 他也不高兴 因为你有饭吃 人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吃饱了 喝足了 我就想别的事情 我要自由啊 我要权力啊 你如果没有饭吃 那你就眼巴巴等着他 所以他就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洗包子的经济是非常不好的 没有经济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如果不断地往里面塞货币 发发发发发的 你自己发毛 最后你通货膨胀到天上去了 是不是 这时候你也完了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反习派改革派 还有上海帮这帮人呢 就是批评习近平 说你要把中国经济搞这样 中国我们退休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外货储备 那么多钱 全世界都生意做的挺好的 你现在把美国人得罪了 把整个西方世界得罪了 老百姓没日子过 大家都就这么搞下去吗 难道女永远封闭吗 难道女永远不搞经济吗 这怎么行呢 这么多人都要吃饭呢 说洗包子最近就放话了 说这个 因为他没有办法反驳嘛 他下面的人王沪林也好 栗战术也好也没有办法反驳嘛 因为毕竟这么大爷国家 你开门就要见米呀 是吧 你打热到过日子呀 最后他也只有一个办法 就闭嘴 是吧 就不说话 一边听你们叽叽歪歪 一边不说话 后来终于憋不住的 就说了一句话 那怎么办呢 那大不了我就去梁家河呗 回到梁家河呗 回到我十几岁的 这个青春美少年的时代呗 我去当知青去 行吗 他就这么想的 人呐 我跟你说 人这是最贱的 我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大概是19岁 我就参与工作了嘛 因为我突然发现 社会上特别的黑暗 人心特别的险恶 然后我特别想回到学校去 可是学校有什么东西呢 你是不是 他们的住 六个人住一个宿舍 天天听着同学 放屁打嗝 有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人他遇到困难以后 他不会去往未来去展望 不会去 去改变自己 他老想回到过去 你说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人 经历过文革 经历过大饥荒 他还是觉得文革好 就像我妈这代人 还是觉得大饥荒好 人都是这么思考的 所以人有一个 频频回头看的 这么一个愚蠢的行为方式 每个人都一样 你也是一样 我也是一样 是吧 有很多人 很多人来到国外以后 昨天我做了一些节目 说有一个 一个女的 女海贵不是死了吗 是不是 他就回到中国 他总觉得回中国好 很多人都这么想的 乡愁也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所以你想想 习包子这会儿 他就想 大不了我回到娘家河 去当知识亲戚 这个话里面有信息丰富了 就意味着 如果他继续干的话 那所有的年轻人 都要去乡下种田 因为我们习主席都回娘家河种田了 你他妈的有什么不能回去 习主席都70岁的人了 你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 你去乡下去接受平衡 跟自己教育 挺好的 是不是 感受一下吧 年轻的吃点苦有什么关系的 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是不是 人在少年时代要吃苦的 你没话说 但是习包子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他是受到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在刘少奇当权的时候 是不是 他犯了很多错误吗 邓小平也要搞他 刘少奇也要搞他 林彪看上去红宝书 但是其实也 其实也不怎么听他的话 也案子里搞自己一套 林彪的儿子 林彪老婆 搞什么五七一 什么工程纪要搞什么各种东西 是不是 我这些这些史料我都不打记得 大概其实这个意思 其实有点淋漓中央的意思 那毛泽东那个时候开会的时候 就被被人批嘛 是不是 很多老东西都批评他嘛 然后他就把权力就就就就 释放了一半就给刘少奇了 最后他就说了一句话 大不了老子 回井冈山打游击去 哎 你看他没有 你你都开玩笑 你打游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跟国民党干的时候 是不是 你现在都共产党的天下 你跟谁打游击啊 你明白吗 他就是共产党 他们这些人呢 他在搞不定的时候 他就去 就是耍流亡 就就突然 哎 我我干脆去去当知青算了 哎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害怕毛泽东啊 哎呦 毛主席要说去重乡重上井冈山嘛 不是写我一首诗吗 重上井冈山要打游戏起来 打游戏打谁啊 打你们这帮物王不蛋呢 打你们这帮 这帮反对他的人呢 全斗啊 所以习包子说 我大不了再去梁家河当知青 又是一个中共权斗的一个总释放 一个总信号 你就一定要记住啊 所以老百姓在中国啊 是很难过日子的 我们虽然天天在那里 有时候开玩笑 挤兑中国老百姓 但是老百姓真的没得选择 这一点选择都没有 习主席在中南海下水道 打一喷嚏 老百姓就饿死了 就有人跳楼了 明白吗 你说要去梁家河当知青 那好了 一代人甚至两代人 甚至三代人 基本上吧 我就靠了其他 如果习包子真的去梁家河当知青的话 15岁以上的人 到50岁以下的人 都他妈的要去想下去种田 没有经济了呀 明白吧 因为说得了都是累了 还是一句话 任何时候 中国人啊 你但凡你 比如说你现在 你如果人在中国 你还懂得翻个墙 然后听我这种 250的人在跟你扯墙片 你就记住 任何时候 离开中国 都是最正确的决定 爬也要爬出去 知道吧 哪怕就是死在路上 也值 总比他们的在中国 受习包子的强奸强多了 你说是不是这个盗女儿 谢谢